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評審好 我是一山高中的校長和女書 這是我們的團隊 我們今天報告的主題是 《思信陽彩神無其妻》 因為在行動學期的推動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12年國教 《思信陽彩的戰略課程》目標如果要實現 我們的《思信科技濃度教學》 能不能落實是拜年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是我今天的報告大綱 因為從《思信禃國教宣布實施開始》 到下個月要公布零綱 對高中現場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而且很大的一個變動 因為它需要各項不同的配套措施 其中高中現場自體就要能夠克服的 包括學校本位課程、包括選修的落實 包括專輯研究的課程、包括自主學習等等 都得做了很多的安排 才能辦法落實這個《思信陽彩的特徵實施》 包括《天下雜誌》 從《生理國教宣布實施》開始 那它的《作人系列的狀刊報》 都在擔心高中現場到底準備好沒有 因為還沒有看到很多的配套措施到位 以《107課章》來說 我們可以發現有幾個很重要的 包括探索體驗 要有試學分 這是全校學生都要修的課程 包括選修空間 那麼選修會被你們的1.2倍 包括每個學校都有試到大學的 校本必修課程 包括要有彈性學習學生的空間 那這些大家現在看到的問題 第一個 我的空間是不足的 第二個 我的資訊設備 儀器設備是不足的 因為這些課程都需要使用大量的資訊設備 需要使用大量的儀器 那這半年來 超過《10所學校》 要到《13高中》來倉法 因為《13高中》 我們走得比較快的一個課程的發展 因為從創校開始 有所謂的研究方法跟專程研究 我們的整門課程 包括從高一上開始 有基礎探究能力到領域探索 到專程研究探 到專程研究探 整整兩個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的能力的培養是階段性的 而且我們的課程是全面實施 所有的學生都要修這樣的課程 所以我們比其他學校 提早面對這樣的問題 包括課程的開發 包括整個課程跟儀器設備的組 在第一個階段的課程的話 基礎探究能力主要就是 用發現室的教學法 我們希望培養會 所以研究了基本概念跟能力 第二個階段 領域探索的部分 我們希望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域 進行探索學習 到第三個階段 專程出探 我們大概用的都是問題師的 導向學習 希望學生會學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後專程研究之後 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完成一份 屬於自己的專程研究報告 這大概我們整個四個階段的課程實施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從研發到專題 它所對應的能力指標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每個階段該培養是一樣的能力 而從整個課程實施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小階段 我們都發現 這個資訊設備的時候 真的是不可過缺 怎麼樣用現有的有限的設備 怎麼樣用新的 包括學生的手機 怎麼樣把它納到課程裡面來 讓它好好的使用在他們 一些實驗的異程當中 變得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大概就會 整個教學活動的介紹 就用物理科為例 大概是第三個階段 當然還有其他學科 來跟大家稍微簡單的做一個介紹 我們整個課程的活動的設計 是以學生為中心 我們希望設計一套 能夠針對實驗 冷力訓練的操作這樣的一個課程 用行動展具當作工具 用作風學來配合 達到學生學習的成像 以這個來當作例子 學生以往在操作這樣的一個 實驗的操作過程 那滑車的實驗 為了測試這個加速度 以往用這個打點提示器 它可能需要一點一點 再去算它的區域 再去處理時間 算速度 再去算加速度 其實過程相當的麻煩 而且不是每個學生 都能夠操作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有了行動展具之後 用學生自己的手機 我就可以做這樣的測試 那很快可以測出來 原本大概一顆捷克的操作空間 我現在十分鐘 就可以完成這樣的一個實驗 而且他家裡自己也可以操作 那剛剛我們來安排專題講座 希望引導他們做專業的一些領導 一些市民的領導 包括實驗還有其他的 還有用介紹學生其他的軟體 包括是音品的實驗等等 因為以前音品真的很麻煩 那現在有這個東西之後 非常方便 那我們現在最後要做數據的分析 做完數據分析之後 完成他們的成果發表 成果報道 還有大發表跟其他領域一起做官網 也是我們整個從高一上到高二下 這樣的四個階段的學習地層當中 我們都有一些學科來當作範例 我們做了一些學習成效的評估分析討 包括有直系的敘述 所以第一階段來說 我們將為他們學會資料做分析 用心理證去做討論 所以學生就會發現 原本一個很難的學術報告 他可以在十分鐘 可以探討出一些結果 透過討論 包括老師的一些反思 第二階段的領域探討的部分 比生物科武力探討做了問卷 就發現學生有九成以上 都非常喜歡用書位的方式去做學習 那喜歡的領域探討可以自主學習之外 他還可以有一些即時性的資訊 這個是以前從一百年去做 後來這兩年很多學校都在做這個 我們現在是一百年探討就開始做這些發展 專解出項的部分 另外我們也是透過實驗討論設計 就發現我們增加了很多他的便利性 那學生利用行動展區 他會發現 他覺得他可以很快取得有用的資訊 大概有七成以上都非常同意 這個行動展區對他的幫助 至於國務科 在第四個階段 這專題的部分 我們有用電子書 學生學著做文石的一些導覽 甚至他把他推廣到小學 帶領小學生去做內部的一些文石的導覽 那他們的學校的老師 還把他推廣到國務之堡 甚至家長都有一些很正向的回饋 他是英文科也吃 英文科的部分 我們利用室會影像 寫出他們在做畫作的時候 做一些動作的修正等等 這提供我們對整個課程的實施有很大的幫助 那整個設備資源的部分 除了學校的資訊教室之外 我們圖書館也提供開放式的資訊設備 讓學生自由的使用 包括學校整個無線網路環境是暢通的 有隨時提供行動載訊的一些軟體跟資訊 那學校有E Class 有Muno這樣的一些平台 還有一些外部理會的資源 我們都把這些提供這樣的訊息給孩子 所以老師們或者學生自主學習 或者是教學 這些設備資源都相當的充足 那至於我們整個團隊的運作來說 我們整個資訊團組、資訊小組之外 我們從極限極限的各科的老師當作種子 那我們現在也鼓勵他們做進行一些跨科合作 比如說博文跟英文科的合作 博文老師跟美術老師的合作 發展一些微信片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跨科的合作之外 我們要有推廣到其他學校跟學校做一些分享 那這是整個團隊運作的模式 就是說從首位會議到課程研發 到課程會談 到課程實施之後 我們會有課後會談 然後再回頭過來做課程的一些修正 那這是整個團隊運作的模式 那先進行團隊也一樣 因為我們第三個大概 我們會一長期來就是承辦很多種計畫 沒有計畫才有學校 那因為整個運作大概 這次本身前過去也是一個計畫 那我們運作模式來說 像這個計畫 我們其實是主管來做負責 那其他處事來做協調 來做協助 那這是老師設備的運作方式 那這談到整個校記的推廣方面 除了校園的推廣之外 我們校園有辦個課程成果分享會 那外校的話 像上半年有行高中 經營運中到達高中 兩年中學校做參訪 我們會針對整個推動 資訊科技等論通教學的推動 做一些分享 那這學期更多 這次期你看來學校參訪的團體 大概就有二十幾 接近三十個 那其中 尤其是國內的 我剛剛特別提到 為什麼國內會這麼熱衷 主要就是因為課程的開發 還包括怎樣去克服 這些設備的問題 那因為像這樣的資訊 網路的時候 這個設備 可以解決設備問題 而且那個學習環境 不會受到空間的限制 所以你都可以 可以來做到我們的課程 所以像 包括導演高中 愛國文中 晉本高中 南亞美中 這些大型的學校 都來學校參訪 因為他們面對的問題 可能會更嚴苛 因為他們的學校更大 這是他們來參訪 排了一些照片 對很多學校來說 也許手機的使用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管理上很多問題 他可能用聯繫具 來管理學生的手機問題 可是對立山來說 我們透過系統思考的測成設計 透過川西式聯合文化 教學模組 導引學生正確的使用 行動載具 我覺得這東西 是未來解決 未來十二年國家 這是新娘才的問題 馬鈴鐺 感谢观看